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你这个商业是从哪里起来的 桑残为何突然死亡 饲料的发霉又将如何面对 是否能够实现四季养残 在自己的家里 轻轻松松的就取得良好的效应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 科技专家韩亦菲带领残农 践行饲料养残的故事 九合股份提示您 收看本期节目 分天才来分天才来 韩亦菲如东残桑指导站站长 清早韩亦菲接到了残农 附英松的电话 他家的残 一部分开始突然出现死亡 村里有蚊子 从不来边远 村里有蚊子 从不来边远 村里有蚊子 从不来边远 你们知道这个山叶可能是有多了是吧 村里有多了是吧 村里有多了是吧 看看村怎么样是不是长长 如果是长长的话这个山叶去别长 如果说是不长长的话 我们回来再来长 好的 这是地温暖米苏 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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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儿了 给我拿一只手算 我请你把我手叠着 朋友啊 前面拿来 客戳哪里啊 客戳哪里啊 老婆 你好 来吧 客戳哪里啊 客戳哪里啊 你这个商业是从哪里建的 查的好地搞个火蝶啊 是有的 其實這搞雞兒都搞雞兒的 你這個所有的那個山葉 全部都擦了一棍兒了 還有這個蒼頭 這棍兒了 這棍兒了 說實能擦呀 在蒼頭上也都知道 就有點問題 這個蒼頭 這個蒼頭是重度的 山葉帶多了 你看明顯的 蒼頭蒸了 這個蒼頭蒼頭 蒼頭蒼頭 蒼頭蒼頭 有的蒼頭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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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蒼頭蒼頭 有的蒼頭蒼頭 這個蒼頭蒼頭 有的蒼頭蒼頭 大小也不吃 像這個蒼頭 你不能分得很容易 分不下去了嗎 這個蒼頭蒼頭 我們要分不下去了 未必要得了 這個就是 我求求你來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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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推廣 那個人工飼料工具小餐 要不秋季裡面 就搞人工 用人工飼料來工具怎麼樣 人工飼料可以 吃的 肉就比較多 我無力無力吃的 不能要發的 就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 下人發的 發的 發的 就套出來 下面老虎 跟馬老虎說 不能用吃的 喝藥 行吃的 不可苦 不能拿無力 做事 風險太大 這個 無力怕就怕就不行 發的 經常會發生這種 公寓事件 發生這個 公寓事件中毒 那麼中毒之後呢 實質求是呢 因為你靠這個東西去 最值這個農戶的 這個職任 搞賠償也不大現實 那麼 最重的損失 一個是 公寓戶收不到 殘存款 公寓戶經濟上損失 然後以及 同時呢 民運上也會損失 因為農戶在那家 訂了殘拿不到了 也沒有殘養了 農戶也有損失 所以呢 這個這種事情 比較常見 那麼我們好多的 公寓事後 對這個事情很煩惱 而且呢 會發生很多的那種 有一些這個 思想的波動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覺得呢 我們這個 我們要推廣 這個小殘 人工飼料公寓 在韓以菲的記憶裡 小時候家家戶戶都養殘 為了保證 殘寶寶一天的食物 父母每天起早貪黑 採桑葉未殘 非常辛苦 起初是對父母的孝心 所以 她毅然填爆了當時的 蘇州殘桑專科學校 立志為家鄉人民 解決養殘辛苦的難題 2002年 韓一菲碩士畢業 放棄了留在大城市的機會 選擇回到家鄉 正式開始探索 人工飼料養殘技術 人工飼料養殘 上一次馬塘沙莊 傅營送家裡的殘 在公寓期間中毒了 那麼我們今天到她家裡去 我帶點飼料 動揚她秋殘公寓的時候 搞小殘人工飼料公寓 既然是女生 她是來自把童麵 小殘人工飼料養殘 畢童姜 老奶兄 老奶兄 我帶點飼料來 你扛著什麼 小殘 Jetzt 我帶點飼料來 你給丑子 乳子 你給丑子 這給丑子 爭上 你給丑子 你給丑子 能吃了 你也要幫我弄嗎 我給我吃了一口 試試弄 傅吟松夫婦最終接受了 韓一菲的建議 決定到了下一批殘 開始養的時候 該用飼料餵養試一試 汝東是江蘇省殘桑重點縣 殘桑生產水平 一直處在全省前列 很多農戶祖祖輩輩 都在用桑葉養殘 在美雨季節採摘桑葉 殘農們不僅汗流加倍 勞作辛苦 且經濟效益低下 特別是近年來 由於當地桑樹種植面積大量減少 桑葉養殘難以滿足 蚕絲產業化的需求 徐熙元 徐熙元是當年第一個支持韓一菲 用飼料養殘的人 從小開始養殘的她 對養殘的情感很深 以前養殘是為了生計 一養就是幾百張殘種 從早忙到晚 日子很充實 一晃就是幾十年 如今年年紀大了 不能再大規模養殘了 她的兩間公寓室 也都閒置下來了 但是對於她來說 養殘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 你的這個村是嗎 花村 破村 花村 花村 四十年代 這個芳林道夫之一 這就是 我會進了家家戶戶都演出 我一股十年覺得 只有一股五百五倍 六的種全部演出 股十年覺得那樣寫著自然出 我 高一十年 高一二百倍 一间学习园在后院种植的 这一大片田地 有的换成水稻 承包出去 有的就荒废掉了 虽然不再养饲料残了 偶尔和韩亦菲 做个商业养残对照组 聊聊新技术 也觉得生活有乐趣 实际上刚开始搞 人工饲料过游的时候 条件也比较简陋 蒸饲料也没有蒸饭车 怎么办呢 我们就借到馒头店里面 去请他帮忙 给我们蒸饲料 要等到馒头店里 把馒头卖完了 然后这个店里打烊了 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饲料 用车子拉过去 然后请他晚上帮忙 把我们把饲料蒸好 我们再拉回来 你都要打烊 别说你这个 别说你这个 子女们现在要不注意 不绝聋 所以现在回去还有一目独立 实际上学末时间 要学校 经常没成功 很多人都给他们 生机 给自己拿去 在有经验的农户家里 将小残进行供寓 再分发给周围的农户 这样既可以保证 饲料残的品质 同时也能渐低一些 刚开始养残人的风险 当地卫生条件差 是饲料养残困难重重的 主要原因 虽然韩一飞制定了标准规范 但是实际操作中 还是会出现问题 饲料有点没了 饲料 是不是村住在那 饲料有点没了 算没了 这样吧 我明天早上过来看看吧 我明天早上来 帮你看一下 好 先 先 好 好 好的 现在来看 你们就护这点 我们就护孩子 所以的都要带一次性子 一次性子就带起来 对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生起来所有的部位 尽量地不要跟这个 尽量村民 不要接触这个产品的薄膜 所以操作的时候尽量地悬空 那么对 因为我们这个饲料呢 它在这个配方组成上 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它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发生这个霉变 或者是病这种情况 都是 只要注意这个防御異措施 万一因为有点这个发生 感觉到这个饲料有一点问题 好像感觉上会不会被感染了 那你就已经夹完 对 已经夹了 夹了饲料 然后可以吃进去除 对了 就是这样 这次呢 饲料呢 饲料呢 这个怎么来讲呢 这个饲料放在这个门口 所以用一个塑料薄膜放上去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放在这个位置就不好 一根呢 是这边你看有阳光会进来 第二个人员进出的时候 你看是会不会引起 可能污染不到这个袋子里面去 但是你这个袋子外面啊什么的 都可能会占上 占上以后你这个饲料 然后取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可能就会 虽然我们后面会增足进行消毒 但是你总共要降低这个激素 对吧 这个微生物的激素 同时呢 这个也 这个微生物进了这个肝 这个饲料里面 如果它发生变质了以后 它整个营养成分也改变了 那我肠也没办法吃了 它也不会吃了 然后肠也也会发育不起 它不仅是一个没变的问题 它这个饲料质量 还会发生变化 这个呢 现在保存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考究的 就是要注意的一个范围 从肯定咱的这个介绍 就这个资料的薄膜 很热的就注意了 要把它薄膜好了 不薄膜好了 就要用这个资料的没变 所以前肌啊 前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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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肚不好的 没有我们心里 天天来来就是肚子头 五三种 就基本上没有劲儿几个了 大概在顺势的 总裁四百斤劲儿 这个两盘田 要做那个 对这个禅食禅食进行 一个全面的消毒 那么残剧呢 是清洗浸泡以后 这个放到禅食里面 然后呢 再进行一次 这个用那个 刷毛型药材进行一个消毒 就是养残前进行一个 特殊消毒 人工饲料养残 虽然已经初具规模 但类似发霉这样的问题 还是时有发生 韩亦菲决定 把残农组织起来 现场普及一些技术关键点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我们人工饲料养残技术 这个人工饲料养残呢 就是我们配的这个饲料来喂馋 然后我们配过来的那个饲料呢 是那种像蜜粉一样的 粉籽饲料 然后呢 加水 在这个蒸饭车里面进行调制 调制好了以后呢 用那个塑料袋子装起来 就是我们像这个里面的这种装好 装好了以后 我们在台上把它抹平 抹平了以后 把那个口袋把它折地起来 不给它那个空气进去 放在这个蒸饭车里面 一格一格地放好 然后让它蒸 大概要蒸呢 蒸一个小 增加他们的兴趣 然后呢就是引导一部分农民 再加入到我们这个 人工饲料养残技术的 一个实用化集成穿性里面来 谢谢 从2010年开始 鸡兵就开始跟着韩亦菲 做人工饲料养残 虽然十年来 它在技术方面 已经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一旦换了新品种 又会遇到不一样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太挨拔了 黑白蛋 这个粗 这粗 这粗粗粗粗粗大大小小的 不整齐的那些 但是他们专家还在进一步的选业 我们呢就是西纳乌来 因为根据我们群子子养的情况 那么这个残呢 就是养出来的残还是很大的 就是小残的时候有点不太吃 不太吃 淘汰一点 在投棉的时候 处理上有点适当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投棉棉了之后 可能你这个室内的那个 相对湿度没有降下来 饲料没有干 所以早吃的那个残呢 就是偷吃的这个饲料比较大 那么饲食的时候也有点早 那么就是有一些残还没起来的时候 然後你就想死了 然後這個等它起來了 再吃這個飼料 就跟不上這個大批的 就是這樣發生了 這個大大小小不齊了 這樣一個狀況 下一次還是在這個頭棉 這個棉材處理方面 要加強 加強無慮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起了不少的苦 遇到了不少的困難 但是才開始 這個小廚人口吃了 有些五日結構 當年的話 研究有得很好 五日別山蟲有得很好 然後春中斷面目擊力 到七二年是春天 加上有得蘇聯比較大 四年沒有五山蟲 加上這個村子的條件比較差 也好是推翻了一個的話 我能夠從而有點飛躍不齊 十年來 韓逸菲和季兵他們 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 殘農們的飼料養殘技術 越來越成熟了 這種新的養殘方式 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並加入到了飼料養殘的行列 人工飼料養殘 正在逐漸走向正軌 我這隻艱端都演了一輩子 現在被年紀大了 我希望有一個孩子有人 這麼多年了 我才艱端發明 想要不出的自在 持續很多的接應 不想讓那個艱端去死亡 如今虽然养残技术成熟了 但年轻养残人才的缺失 使得产业化后劲不足 这也是韩亦飞想尽快实现 家庭工厂化养残的主要原因 韩亦飞刚刚将养残技术 规程制定完成 下一步要转入产业规模化洋制 机器开发到底能否成功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顾维军是当地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 能把自己学到的科技知识 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改良传统农业劳作方式 让家乡的农民早日实现现代化农业 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苏州 从事金融工作 然后在大城市又要给房租 又要吃喝什么的 一个月工资七八千万元 最后剩不了多少 存不下多少 然后就在201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想着回家创业 那时候是中央在提倡搞家庭农场 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回家来搞家庭农场 父母年纪也大了 然后正好回来可以帮帮他们 顾维军利用现代的机械辅助 帮父母管理了一千多亩的水稻田 与此同时 他也在寻找新的创业机遇 当时是在报纸上 看到韩云飞老师在搞这个饲料养蚕 然后我们就在想 现在土地实行承包制之后 那些桑树田就越来越少 这个蚕丝的产量是越来越低的 而且养蚕的老人也越来越少 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养蚕 这是一个市场机遇感觉 于是顾维军主动联系到残桑制导站 要求加入饲料养蚕的队伍 起初韩云飞不太相信 眼前这个年轻人 能将养蚕这件事坚持下去 因为即使饲料养蚕 也是一件费功费力 又不会产生巨额效益的行业 但因为顾维军的坚持 韩云飞还是答应给他一些 养着试一试 在韩云飞的帮助下 顾维军不仅养上了饲料残 还自主设计并开发了自动挤耳机 韩老师是计划在蒸饲料的时候 饲料蒸熟了 直接就进这个机器牢 然后来喂饲料 这样子可以实现一条龙效率极高 但是这个具体想法 需要跟他再深入地讨论 有点油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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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养了第一期之后 就发现它这个 因为是新行业 没有配套机器 它们还是全靠手工 来喂养这个残的 效率特别特别低 一个人手工喂残的话 大概只能养五张只左右 然后我就想着 来做一个自动化的机器 来喂残 只有几百万 四个电池啊 对 只有几百万 电池很有 所以电池它里面 交的那个减速齿轮呢 所以电池不需要多大功率 它就能带得动了 因为有这个机器了 下一批是准备 一下子就养十五张 然后一边来试这个机器 然后再优化机器 然后再学习养残的 同步进行 因为饲料养残 冬天也可以养的 也就是9月份就算养不起来 10月份也可以 11月份也可以 12月份也可以养 像顾伟军这样的人 在不仅是在我们养残这一块 就是在整个我们蠕动农村里面 都是非常少的 风毛零角 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个年轻人 上大学或者是通过 职业学校培训之后 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 她这个铁肉是这么多 给人几乎 如果这个人 再给我们亲民的 就整出了一个飼料的人 下来就讲 再几乎 如果飼料 成绩一次性整出过来 成绩就下 成绩下来人 成绩就下来就 一哈就就过去了 这种群的老妈 一哈子养一波上就请 就看起来 如果是什么样子 现在的外人是 她这个还要改进 一定是 因为我们这个人工资料养残 我们是从 从我们这个产业来讲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然后给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参与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的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